历史上印巴之间曾经进行过三次大战,此后多年里,双方在边境时常发生局势纠纷和冲突,今年印度大力扩展真实力量,不断与对手拉开插去, 导致印巴之间的摩擦频繁发生,据印度国内媒体报道,10月22日,位于巴基斯坦边境靠近印度一侧的巴特种部队在执行任务时,遭到印度军队的伏击,随后双方动用机枪、派机炮等轻重装备进行交火,在开战过程中,早晨八方数名士兵伤亡,印度方面更为严重,十几名特战队员当场战死, 据反映此次冲突是印度首先开火挑衅,然而,印方却恶人先告状,声称巴基斯坦特种部队为侵略者,印军为此开火还击 本次印方军队交火事件,是双方今年来发生的最大型的冲突,很可能会成为印方战争的导火线,随着印方双方的冲突摩擦不断加深,印军方随后宣布在未来投入2500亿美元,用于向美俄等国购买先进武器,熟战斗机和潜艇,或简单的重型武器, 此外,印度陆军还派遣了多辆主战坦克,埃穹坦克,闪电紧住了印巴边境地区的军事基地,主要针对八方特种作战人员等目标。 关于克什地区问题,印巴两国的争夺从未停止过,美方媒体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导致发生大型战争,由于印巴双方的军事力量差距较大,八方的武器装备性能要落后不少。 不少人都担心巴基斯坦会在未来印巴战争中败下阵来,不过,虽然印巴距离差距巨大,然而巴基斯坦在历次搭行战争中并未出现迎面倒失败的现象,还是打了不少漂亮的反击战。 比如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中,巴基斯坦空军烧向阿拉姆,一分钟击落印度空军自驾飞机,这个记录之间为被人打破,可见巴基斯坦的军队素质并不在印度之下。 加上今年来,沃国不停加强与巴铁在军事装备上的合作强化升级,比如中巴共同研发的骁龙战机,目前已经成为巴铁的主力战机,另外在战时也能为巴铁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持,为未来战争中获胜打下基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